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我是還蠻不錯的學生 雖然我知道我可能不會考一百分 但是我還是會一直去看考題 詞曲 李宗盛 不再流浪了 我不願做空間的歌唱 命運是世間的事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遊子 地球你不需流浪 這土地我已放了 將八方淋去 你叫你不需流浪 這土地我已放了 將八方離去 不再流浪 我不願做空間的歌唱 我不願做空間的歌唱 你叫你不需流浪 這土地我已放了 將八方淋去 地球你不需流浪 這土地我已放了 將八方淋去 不再流浪 你叫你不需流浪 這土地我已放了 這土地我已放了 想把八方淋去 想把八方淋去 你不需流浪 你不需流浪 我已放了 我已放了 你不需流浪 謝謝 這是金運獎 第三屆的冠軍歌手王海玲的 代表的作品 十一 記 我手上的這把吉他呢 其實是 一位名歌手 一位大哥哥他送給我的 這把吉他應該賠了他 很多年的歲月 他就是吳楚楚大哥 我改天要請他提一下字 殷真陽 小陽哥他說怎麼樣 這樣子請出龍哥簽名會比較值錢 我哪有想這回事 我只是覺得 我記得在民歌三十那一年 其實我是以一個 Friends 合唱團 在民歌三十那時候 跟好多的民歌手 大概有六十組左右吧 那時候還不是小居的 民歌三十 然後 包括有蕭黃琪啊 哲瑋還有賴佩霞 幾個歌手組 Friends還有唱團 那一年其實 我在那個演出的 結束的時候吧 還是在彩排的時候 有一把吉他 那一把吉他我就蹭一個當兒 琴啊 幾乎應該是所有的民歌 所在那上面簽滿滿的 但是那把吉他 不在我身邊啦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把很有價值的吉他 所以在某年 這個到馬來西亞 參加參加一個為他們 華笑的一個 一眼的時候 拿出來一賣 我不是要說我多偉大 我只是要說 所以 其實 其實一個愛彈吉他的人 吉他對他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初初大哥 其實在幾年前 他就把這把吉他送給我了 後來他又再跟我借回去 那是因為他最近呢 就比較沒有 暫時沒有在做現場演出 因為他說他有時候表演 需要有一把呢 是特意把那個 調子稍微調低一點 這樣就不用特意再講一些東西之類的 所以他在前陣子呢 把這一把吉他的 規劃給我 所以呢 我今天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講 我這個做現場表演 可能都會帶一把 比較簡單 比較輕一點的吉他 要不然那個背力其實你知道 是有點負擔的 那今天我想說 今天就帶他出來 我在談他的時候會覺得 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生命力有沒有 不管是自己想像還怎麼樣 因為初初歌是一個 其他彈得很好的一個 一個大哥哥 可能我在他眼中 不是說彈得好不好 就是 還蠻喜歡彈吉他的 所以他就送給我 而且他覺得這個 這個大小啊 樣子呢 好像跟我還蠻搭的 有沒有 我們一起謝謝楚楚哥 來 1 2 3 謝謝楚楚哥 因為我們今天在鐵花春的表演 我們用到了這個吉他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民歌三十的那把吉他 有了那個所有民歌手的簽名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海報 我有把它表框起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的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其實校園民歌陪伴了我很重要的一段時期 那麼他開啟了我喜歡唱歌 然後創作的一個動機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看著他們的名字 我會一直跟隨他們的這個步伐 往前走這樣子 那前陣子也參加了這個 中石旺旺集團他們辦的這個公益的演出 向全國的志工致敬的一個演唱會 那我就覺得其實有很多我們要學習的 因為志工呢 他們就是在很多的角落奉獻他們的愛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不要小看我們自己任何的一個小小的 畫有一個動作 所以我是用一個在小巨蛋演唱的心情 在鐵花村表演 有沒有 我是這樣覺得啦 歌手其實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層級 就算每個工作都會有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還蠻幸運的 就是因為有一些Live的 魔力 所以我們在做大型演出的時候 跟樂隊老師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學習 就會比較稍微熟練一點 然後譬如說沒有樂手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抱著吉他彈唱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福 那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幸福的感覺 聽說進場只要多少錢 但是我們的感覺不是用錢衡量對不對 我覺得這把吉他也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 你們的專注你們的掌聲你們的愛 也是一樣的 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我是不是把話說到時間差不多呢 沒有 開玩笑 我今天沒有趕火車 因為以前都會趕火車 現在不用了 因為那麼晚的火車也剛好取消掉了 好唱到現在 接下來呢 我再看一下我的考題好了 好不好 其實我要說我會唱的歌很多 差不多 謝謝